108年新北好茶石定区冬季优良文山包种茶比赛 5号上午举行了颁奖典礼 这次特等奖是由隔头里的林素惠获得 他表示要归功于先生叶文鹏的努力 而现在儿子也回乡接棒 希望未来能有越来越好的表现 108年新北好茶石定区冬季优良文山包种茶比赛 5号上午在石定农会三楼礼堂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有466点参赛 为了保持良好品质淘汰率为20% 入等的参赛茶都相当优质 颁奖典礼上陆续颁发了银纸奖金纸奖以及头等奖等等 而获得特等奖的是隔头里的林素惠 他表示很开心但也说制茶工作真的很辛苦 真的是很辛苦 像我婆婆说的要辛苦三代 婆婆然后她再来就是下一代 因为下一代还小 所以大家都很辛苦 对于能得奖林素惠表示 大多是先生叶文鹏的功劳 而他们时代制茶 这次能够得到评审的青睐 叶文鹏指出 一方面是茶青的本质不错 再加上天气条件的配合 让茶叶做出来能够达到高水准的表现 我们也不知道往后的天气会如何 结果刚好在比赛前夕 那个前一个星期 我们采这批茶在做的过程当中 刚好遇到东北季风 就是有老天爷的帮忙 就是说东北季风下来 就是那比较寒冷 然后干爽的天气 而叶文鹏也多次在茶叶比赛中都有好成绩 现在儿子叶承轩也回乡接棒 在今年冬茶比赛中也都有好表现 像是新北好茶就获得了头等8和头等10 农会理事长陈金才就表示 青农返乡是个好现象 农会绝对会给予最大的支持 今年特等啊 头等啊 很多都是青农得奖 所以我们那个全国第三名是青农 所以我们现在农会也是在鼓励青农 回乡参加这个茶叶的制作 因为我们都叫他鼓励参加这个竞技比赛 所以都得到很好的成绩 要自己鼓励自己 然后不断的再去茶开场上课 然后以前辈学习 那增进自己的技术 那在每一次做完茶的时候 都会让自己有期待感 那这个可能是最大的动力 石敌农会表示 在最近几次的茶叶竞赛中 可以发现许多青农表现杰出 让地方产业注入了活力 也期待未来能够透过技术交流 课程学习等等 让石敌茶产业有不同的面貌发展 而石敌冬茶在比赛过后 已经上市开卖 欢迎爱喝茶的民众踊跃订购 农会的电话是2663-1214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实定采访报道